对于袁立 网上的争议从来没停止过 因为他太敢说了 不管是之前与这将被是演员的诞生节目组的纷争 还是最近他持续炮轰烈冰冰 袁立从来不遮掩 更不会说场面话 相反 他总是直接撕破遮羞布 比如说投票系造假 暗指雷冰冰羊小鬼 前段时间袁立一直保持高频率更新微博 内容尺度都很大 引发了不少争议 也让不少他的粉丝担心害怕 怕他说了太多不该说的 最后被报复了 不过袁立却丝毫不在乎 依然我行我素 不过最近这几天来 网友却发现不对劲了 因为袁立一连好几天都没更新微博了 这不像他以往的风格 就在粉丝坠坠安时 时隔七天之后 袁立终于更新微博了 不过这一次袁立的微博没有撕逼 没有炮工 也没有爆料 而是转了一篇上海袁立公益基金会公众号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 曝光了袁立七月份下降为陈飞病人奔波的细节内容 长文里面描述了袁立一席宿装出现在山城重庆 趟着满街的雨水 走家串户 寻访陈飞病人 资助贫困大学生等等 看到袁立更新的动态 粉丝们心里乐开了花 不少网友看完长文后 也为袁立点赞 表示这才是真正的明星 不管袁立有多少争议 但是在做公益这点上 他真的比很多明星用心多了 这一点值得肯定与支持 是对此网友纷纷为他点赞 热心公益 转作感说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声音乐